李小龙是无数国人悔之自豪的世界武术大师 功夫巨星 据说他一秒之内能打九拳踢六次腿 能把135公斤重的马带踢到一层楼的高度 身体素质极为强悍 但是有科学家指出 李小龙的强大力量与速度其实来自于大脑 李小龙的寸拳非常厉害 可在短距离进行快速有力的攻击 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 还很强大力量 他需要拳脚 腰紧 肘腕多部位的协调配合 但几乎在瞬间完成 神经学家通过13年的时间 连续对12名功夫高手和12名普通人的神经网络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这些功夫高手的神经细胞 要比平常人更加的需求能量 其蛋白质的活动异常频繁 尤其是在进行动作的时候 速度越快 力量越强 神经细胞间的蛋白质活性程度就越高 科学家表示 练武不单是练动作 还可以深度锻炼大脑 使大脑活动速度加快 但是像李小龙那样的速度和力量 科学家至今还没有发现 脑活动有那么频繁的练武者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